大家好,SpaceX的星剑5的发射成功啊,让墨西哥湾河畔的这个布卡奇卡发射场啊,再次抖入大家的视野,布卡奇卡呢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就是河流的小入口的意思啊,从这个发射塔到往南走4500米啊,就是所说的这个河流格兰德河,河对岸就是墨西哥,也就是说马斯克选的这个地点啊,已经到了美墨边境的最南端。 在海边啊,有一座被工程师没称为Magzilla的这个巨型发射塔就在这默默助力,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于空手到小子啊,电影工程先生啊,用筷子加苍蝇的这么一个场景,马斯克觉得这个比喻呢太贴切了,这个塔上的机械臂呢就像一个巨大的筷子,要准确的夹入设计上最大的这个航天器,这个系统要搬运的这个乘客可不一般啊,这个星剑加上Super Heavy猪推机, 总的高度达到了120米啊,比美国自由女神像还要高出近一倍,而且整个系统的起飞重量啊,接近5000吨,相当于大约400台满载水泥搅拌车的这个重量。 就这么个旁人大物啊,将有这个不寻常的这个电梯来搬运啊,有人说老宋你怎么非要往电梯上靠呢,人家就是个大筷子嘛,或者说麦卡C了是吧,这个别抬杠啊,挖掘机,你以为就不是车了啊,没驾驶证,没操作证,你上一试试是吧,所以在电梯发展的170多年历史中啊, 人类创造了五花八门的电梯,到现在呢,还剩下三种主要的传统方式,就是夜隐驱动,夜压驱动和齿轮齿焦驱动,最常见的这个夜压驱动啊,夜隐驱动啊,它就是利用钢丝绳和夜隐轮这个摩擦力带动轿箱来回运行,速度快而且皆能,那你每天乘坐电梯,都是这种驱动方式啊,你不用担心这个钢丝绳断了怎么办啊, 你预期担心那个呀,你还不如担心你手机密码忘了怎么办,对吧,夜压驱动呢,就是依靠夜压杠直接推动,结构简单,但是高度啊,是受限的,那现在个别的所谓豪华别墅电梯还有在用的啊,它的好处是呢,如果没电了,哎,你不需要备用电源,也能降到地面上,而齿轮齿条的这种驱动啊,就通过齿轮和这个固定齿条的涅合来实现这个提升,虽然速度较慢啊,但是它结构特别 非常坚固,当然这个应用啊,现在就比较少了啊,可能在船闸的这个生船机里边还有在用啊,是个大载容量的,那在这种这三种比较成熟的技术中啊,SpaceX给他们超级火箭啊,选择了最传统的,也是最可靠的这个所谓的夜影系统啊,那么传统电梯的机房啊,往往位置啊,有三种选择,所谓上机房,下机房和无机房, 上机房啊,就是把核心设备放到井道顶部啊,我们看到楼上那个小包,那就是,那便于维护啊,但是需要额外的空间鼓出来,下机房呢,就是把设备放在底部,地下室,或者,呃,就是它适合呢,就是屋顶啊,收线的这种建筑,无机房呢,就设计通过技术创新之后呢,把设备集成到井道里边啊,或者很小的这么一个机房,省去了专门的机房,哎,麦克贼拉呢,他突破性的采用了这种完全暴露式的设计, 驱动设备,直接安装在他家的顶部,就完美解释了这个机房概念的这种更新,可以说啊,呃,那在,最初的这个工程讨论中啊,我和这个许多的,呃,人一样啊,也以为SpaceX会选择齿轮齿条的这种驱动形式,呃,因为它载容量大嘛,但是啊,呃, 现在看起来啊,可能是选择了这种夜影系统,发射架上面,哎,清晰可见的,这个钢丝轮就是证明,我们仔细观察这个麦克贼拉的设计啊,就能看到啊,呃,有一个关键细节啊,这个系统是没有对重装置的,哎,没有对重, 所以啊,这就是一个纯粹的直拉系统,啊,它还不是夜影的,这在工程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,传统电梯啊,是通过对重,哎,对重铁来平衡,这个大概40%到50%的这个交响重量,然后利用夜影轮和钢丝车之间的摩擦力来传动,而麦克贼拉采用的是直拉系统,啊,更接近于港口起重机的那种起升机构,所以钢丝绳啊,直接承担全部的载荷,所以这个设计呢,呃, 选择的合理性的在于什么呢,就是考虑到火箭啊,从空载到满载精,5000吨的这个巨大重量差异,任何固定的对重,这种系统啊,都难以有效的平衡,反而呢,会增加你这个系统复杂度,再就是啊,使用频次的低,所以呢,就,采用这个技术啊,就再次验证了马斯克,他追求啊,本质上解决方案的这种设计质学,要简单,选择这个直拉系统的背后啊, 也是马斯克对效率的这种极致追求,传统的这个着陆支架方案啊,就像给火箭装了四个大轮子,是吧,不仅增加了重量,还影响了这个空气动力学性能,而且整个飞行过程中啊,只有到最后一分钟,才会用到那个支架,更要命的是啊,这个火箭,如果降落在海上平台之后,还需要慢慢慢慢的运回发射场, 就像,我们快递经过一道一道重转站一样,耽误时间啊,所以麦克贼拉的设计啊,更体现了马克思,就马斯克一贯的这种,极简主义的风格,最好的零件,就是没有零件,所以马斯克这个常说的话呢,就在这儿,得到完美的诠释,这个系统呢,最让人惊淡的,就是他的双机械臂的设计, 就像一个电梯配备了两种不同功能的轿箱一样啊,双机械臂,呃,一个负责发射前的这种重载组装工作,另一个呢,可能专注于回收式的轻载的精确操作,所以在导向系统的设计上啊,工程师们啊,是面临着巨大挑战的,我们知道在电梯里边啊,呃,其实他全,全名的应该叫做什么呢,网络是垂直,有轨交通工具,电梯,是不是这么多东西啊, 这个轨道呢,就是你日常乘坐电梯感觉是否平稳的一个关键点,哎,电梯啊,他导轨是有接头的啊,另外呢,都是现场安装,所以如果电梯轨道安装不好,就是导轨啊,电梯后期运行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,有时候呢,呃,大载容量的电梯,比如像汽车电梯啊,或者是大载容量的货体,往往交下两侧的一对主轨,强队都不够啊,那么需要再增加一对,甚至两对的轨道, 最夸张的有八个轨道,为啥这么多呢,哎,就是抗燥,怕撬,哈哈哈哈,比如说,一个手动气压的这个刹车运送1000公斤的货物,进入了一个1.6吨的货体,哎,由于你这个瞬间啊,加大了,这个大载盒,这个电梯可能靠近入口里边,一下就沉下来了,如果导轨的安装质量有问题,哎,完了, 可能会带来导轨的变形,甚至直接就卡死了,啊,那么和导轨接触的这个部分啊,叫导靴,哎,嘿,这个名字是很形象的,你看导轨就像是脚,是吧,导靴呢,就像是斜,那么,变梯啊,能够丝滑的运行,攻在导靴,哎,导靴的功能呢,就是减少摩扎力,同时呢,传递,这个,导轨的这个支撑力, 所以导靴呢,又分很多种,最常见的就是滑动导靴和滚轮导靴,滑动导靴啊,就是用耐磨,有摩扎力小的这个材料,作为靴衬,哎,上下移动的时候啊,尽量减少这个摩扎力,而滚轮导靴呢,就是用小轮子和导轨这个接触,这样摩扎力其实更小,它适合是高速电梯,那考虑到这个载荷的特殊性啊,我觉得啊,马斯克他们可能选择的是滚轮导靴,而不是滑动导靴,主要是考虑了发射塔的这四个柱子的直径,呵呵,加上, 这个加工质量,考虑到结合部可能产生的公差,所以啊,用滚轮导靴这种包裹呢,可能可以,哎,承担巨大的这种载荷和海洋环境啊,这种腐蚀这种双重考验,那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啊,这个系统的速度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啊,那么如果用传统的这个生传机技术啊,我们说传统生传机呢,就是一次运送的,呃,大概需要三十到六十分, 把船送到船闸上,而麦克贼拉呢,只需要可能几分钟十几分钟,就能完成一次的上下运动,所以这种效率啊,在未来的这个密集发射,哎,会发挥关键作用,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开啊,麦克贼拉呢,他代表了一种跨界创新的这种典范,哎,他让我们看到了,一样看似普通的这个百年技术,通过创新性的应用和改造,可以在尖端科技啊, 发挥重要作用,那这就让人联想到这个,古希腊克利斯运河的这个传播提升系统,那么两千六百年过去了,人类啊,依然在不断创新这种垂直的,运输技术啊,最后啊,给大家讲一个,网上流行的段子啊,呃,最早啊,应该是在某屋上,叫找点乐子这个网友,他的原创啊, 他说,马斯克这个人出现之前啊,我一直以为,航空航天是非常神秘的,非常高科技的东西啊,你看,航天材料,航天技术,一度都是最高科技的代名词,啊,航天材料,那是千万次的摩打呀,误差不能超过,百分之零零零零零一,是吧,航天员是,更是千条万选,发射,都要考虑用,哪个手指头,来按,要反复的练习,吹的是神护细神,牛逼高尚, 哈哈,各种保密,结果新家来了,啊,你看看,外科是不锈钢的,啊,是304的吗,哈哈哈哈,燃料是天然气的,对吧,呃,发射场呢,是完全开放的,并且是,呃,这个随便拍照都不用保密的,航天员呢,只要有钱,你就能当的,而且呢,发射场乱糟糟的,更不用考虑用哪个手指头,是吧,也没有发射是什么的,所以,让我对航空航天的谁胜感是荡然无存, 好吧,我承认这个,断的好像,比较好笑,但实际啊,不是这样的啊,航天发射啊,依然是高科技的啊,呃,但是啊,呃,可能这个,更多的,是不依赖人的判断,哎,而是交给了舰载,哎,哎,因为啊,你想想,如果真的要登陆火星了,火星和地球之间的这种高颜值通讯, 你即使把这个工作交给CCTV啊,开过光的,拍过那个手指在哪降落,那黄黄菜都凉了,是吧,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啊,当我们看到更多的,这种Starship啊,稳稳的降落在这双McZilla之间的时候啊,别忘了,哎,这其实是一台了不起的电梯在工作,哈哈,它承载的,不仅是因为火箭,更是我们人类探索宇宙的这个梦想, 所以这是电梯技术的一次,华丽转身,是工程史上的一个大奇迹,啊,马斯克用这个创新告诉我们呢,有时候啊,最好的创新,哎,不是发明全新的技术,而是找到现有技术的最佳的运用方式,好的,这就是关于McZilla和电梯之间的关系,谢谢大家收看,记住哦,挖掘机,那也是车啊,哈哈,拜拜